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退中介 租房贷 房源不真实 骚扰啊 退租难 突然涨房价 合同里面没病 就不会标明你那个损坏这些东西 需要照价赔偿或者说几倍赔偿而已 因为你送孩子之后呢 他就可能是给你慢跳价什么的 合同有男有女啊什么的 可能会比较 朋友之间的矛盾吧 室友之间的矛盾这些 多是里面人特别少 然后其实里面有很多人 就是打的小合断 从刚开始住进去没有那么多人 但是慢慢的就是人越来越多 他每个月让我交租金 但是交完了之后 就后一个月 比前一个月每个月都多200 当时只是模糊的跟我们说 这是集体共乱 当我们再去追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人家就很有理由的去说 我们合同上已经写清楚写明白了 是你当时没有仔细看 再做了两个月我就找到工作了 然后我就住过来 大家都挺忙的 没人为这个事去打官司 我只能就妥协了 我们当时是合租的 然后我们都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 中介跟我们的恢复都是统一的 就是他们按合同去履行 合同上不属于他们的责任 然后他就也没有给我们解决 只能靠找嘛 然后现在也有一些 比如说大学生有一些群啊 或者什么的 就是那种推租啊 或者人那样子 然后靠这种人脉关系来 来找房子 如果对这个人不了解的话 你就最好别合租 觉得还是找正规的嘛 别找那个私人的 正规的渠道嘛 同学两三个人三四个人 就跟住寝室一样 直接整租一套 这样就不容易上当 都看一下 看下这个市场价格 就是天上不会垫鲜饼 太不 太那种夸张的 肯定是不靠谱的 前期要多关注合同方面的一些条款 就是尽量找一些大型的 合规的一些中介公司去租房嘛 拼租方面的话 就应该看好 是同性还是异性 我觉得还是和同性租好一点吧 和异性租的话 肯定会在生活上面 是有一些麻烦的 自己平时多留意一些这样的信息 另外一个就是 多了解一下 就是这个整个中介的 这个行业的这些标准啊 或者说是这个租房的 一些注意事项 就是不要图便宜啊之类的 然后为了找一些 就找一些特别小的那种 二手中介之类的 就是这种 比较容易有问题 就是租房的时候 就是水电呀暖气 你都要仔细地看清楚 然后针对合同里边 一定要仔细地看一下 每一条 大概是写了什么 和中介呀 或者和房东啊 必须是说清楚 说明白了 再去签这个合同 租房时要注意以下法律问题 最大限度避免损失 第一 一定要仔细核实确认 并签订书面合同 一旦发生纠纷 要及时与出租方充分协商并取证 协商不成 可以请求当地人民调节委员会等调节组织 借助调节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第二 不要租隔断房 隔断房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用电消防人生财产安全等风险自负 并且也是各地禁止的违规行为 一段隔断房被依法查处拆除 你不得不搬家 为了防止事前未识别出是隔断房 而导致后续的麻烦 在签协议时可要求增加因房屋不合法不合规情形时 出租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条款 防止因不慎租住隔断房而所赔无据的情况 第三 谨慎使用租金贷 这类小额贷款多是第三方机构 并且近年来P2P平台暴雷风险高 在租房时尽量避免使用租金贷 如果实在要用 也要在核实贷款公司信息贷款利息 以及还款规则等问题的情况下签订合同 贷款的金额不宜过高 如果发现租金贷变成了高利贷 或者贷款公司有违规违法行为 要及时向银监会等主管部门举报 也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 降低利息支付标准 若遭遇催收公司骚扰甚至暴力催收 要低时间报警 第四 避免一次性支付大量租金 要尽量避免一次性支付半年 甚至一年的租金 一方面节约资金成本 另一方面也规避资金风险 若因提前解约出租方不退租金 甚至出租方收了租金跑路的情形 可以以对方违约为有 向法院起诉 必要时也可以报警备案 第五 尽量避免异性合同 在选择合同对象时 要尽可能通过出租方 中介方了解对方基本情况 尽量避免与异性合同 合同时 对一些可能产生矛盾纠纷的问题 要提前约定 发生财产人身安全问题时 要第一时间报警